张仪一屁股坐回席位 搬起指头酸了起来 一边酸还一边自语 兵马戒出去是要打仗的 打仗是要死人的 大秦兵士只为保家卫国而死 让他们为毫不相干的外人去打仗 去卖命 这个仗怎么算呢 通国急不可待 乡国大人不用算了 君父承诺 只要贵国驻我们击退开明王 君父就以全部汉中帝相赠 张仪扬坐惊喜 这个有点意思 他盯住通国 不过我们的兵士一到战场上 可就没准了 听说开明王是你家君父的敌亲兄长 万一碰到伤到他 那要怎么办呢 伤到他 通国恨得牙根直痒痒 这个篡位的昏王 你们最后把他杀了 想当初 先王母后本要传位给君父加盟 不想被他夺去了 将君父贬到土废 封为居侯 君父和我做梦都想回到成都 那儿才是我们的故土 张仪虚出一口气 笑了 有殿下此话 本相心中有数了 若是本相助你们父子夺回故土 殿下又能以和相赠呢 大王想要什么 居地 通国咬了会牙 拳头一捏 只要得到属地 在下一定说服君父 以居地相赠 好 成交了 张仪呵呵一笑 扭头看向了紫仇 八子呢 此来何求啊 紫仇朗声应道 堪请贵国 助我们击溃楚人 哎呀 楚人不禁打 击溃他们倒是不难 只是你家父王总 不能让我们白帮忙吧 大人想要什么 听说八盐不错 咸阳人都爱吃啊 八地最贵重的就是盐权 对张仪此言 紫仇早有所料 于是他抱拳应道 父王有诺 如果贵国助我们击溃楚人 八国愿以一眼盐权相赠 张仪扬作不知 连连摇头 盐权 哎呀 我们只要盐 要权何用啊 紫仇略蹲了一下 那 呃 大人想要何物 就要盐 紫仇心里一揪 呃 要多少 够吃就成 够吃不是个缺术啊 明看不多 实则是个无底洞啊 紫仇身小此理 眉头紧拧 凉久 他抬头道 多也好 少也好 大人 总该有个数目才行啊 张仪叫进了小顺问道 顺啊 算算 咸阳城里 每年要吃多少盐呢 小顺 掰着指头算了一会儿 回兵主公 少说 也得三五十弹啊 张仪皱了下眉头 显然嫌他算少了 才 这么一点 小顺 凑上一步 主公 有所不知 八言 不是素米 一心点 就够一家人吃一天呢 咸阳总共不过十几万人 四五万户 用不了多少 哦 晓得了 张仪回退了小顺 转队紫筹 哎呀 每年五十弹 可否 嗯 好好 好啊 紫筹见他费尽周折 竟然只讨了这么一小点 觉得占了大便宜了 虚出一口长气 拍着胸脯道 呃 五十弹 全部包在紫筹身上 哦 那 谢八子了 张仪朝着八子笑了笑 伸出拳头 用力紧握一下 表示成交 起身 他整了下一斤 对二人拱手 哦 二位殿下 在此稍后 本相这就进攻 求请大王出兵 按照居国使臣所述 蜀军 已经攻破 数道关雷 逼近了 居都土废了 如果不出所料 土废此时 已经遭到 蜀人的围攻了 万一 土废被破 蜀道让蜀兵给控制了 几年心血就算白废了 军情火急 刻不容缓啊 秦王当庭班照 拜张仪为主将 司马错为副将 魏张为先锋 甘茂 坐镇汉中 接济粮草 启锐足五万 王池居地 因是征伐满地 生死相搏呀 乡女 放心不下了 死缠着 要从军 按照秦律 出兵征伐 若无军上特旨 随军将士 不可思戴家眷 张仪 以此军律阻他 乡女二话不说 洗掉了脂粉 脱去红装 下巴上贴连了 一小撮的胡子 竖发皮甲 英姿 撒爽地 站在张仪面前 一是拗不过他 二是考虑到 征伐难瞒 乡女或能派上用场 张仪摇头苦笑了一声 只好顺他所请 安排他为贴身侍卫 三军中知晓此情 只司马错一个人 秦以国相为将 以国位赴之 起精兵锐族罔救 太子通国和八子子抽 皆是感激 精神抖擞的 率领着部署先行探路 虽说早有预谋 但毕竟是出山之后 首次统兵出征 张仪不敢马虎 一边紧急赶路 一边周密思考 谋巴蜀的各种方略 法蜀锐族 司马错早已经选好 宜迎至汉中附近的山地 张仪诸人持至汉中 驱动三军踏上了蜀道 蜀道虽为新修的 但许多地方仍是难行 秦国锐族五万 在蜀道上施展不开 前后拖拉近百里 远远望去 就如一条长蛇 蜿蜒远迂回于盘山 凌空的战道上 而身后的粮草 医护 以及其他运输队伍 不下三万 加上罗马资中 几乎把通往汉中的蜀道 给占满了 一踏上蜀道 这条长蛇就再无退路 只有勇往无前 一头拱进川里 蛇头是萧将 都卫末 麾下的八千锐族 被编为左军 由先锋将军 魏章统领 紧跟着八千锐族的 是三万中军 张仪司马错 并行在中军队伍的最前面 将军陈庄 则引一万两千右军殿后 幸运的是 这些日天气情好 大军小行夜宿 一路行进顺利 前锋顺利通过天门 总算是进入了 居国的核心腹地了 张仪诸人 登上天门之巅 遥望宽阔流极的潜水 如一条玉带 在山巒之间 余回南下 总算输出了一口长气 从天门下来 蜀道沿着潜水东岸 蜿蜒南下 直通居都土废 此处数到 一边是江 一边是山 山与水 时开时河 一步换井 尽现大自然之壮美 秦人无不看得呆了 沿着潜水南下 再走百渝里 即是居都土废城 魏章精神抖操 正眼部下加速前进 猛剑一行居人迎头跑来 这些居人大多身上带伤 其中一人已经走不动路了 被两个壮汉左右架着 被架的不是别个 正是通国 双腿皆有剑伤 一腿伤在腿肚子上 另一腿伤在脚踝上 其中腿肚上的剑 已经直入腿骨 剑虽拔出了 但伤得实在太重了 剑到秦军 通国是剃泪交流啊 向魏章诉说了前方火急的军情 开明王卢子引五丁十万 经过多日血战 已将居国的攻城土废给攻陷了 完全控制了两道水口 居侯加盟 紧率千余人退至了土废城外 巨险死守了两日 居侯富商 生命垂危 无奈之下 于前几日惩罚 沿着潜水南下 逃往了八都浪中 一大群鼠人渡过了潜水 正向此地开发 刚好遇到他们 通国等寡不敌众 先一步赶回禀报军情 余下居人则有紫筹率领 沿途设防 节节堵截 魏章吃了一大惊 土废已失 如果蜀军完全控制了潜水东岸 在狭隘处设下棺垒 布下滚石 进可攻退可守啊 秦人就会被卡死在潜水的上游的狭长古道里 就如水牛调井 有力也用不上 军情火急 魏章顾不及多想 让参将 陪同着通国太子守候张仪 与都魏末 急引八千瑞族是风驰电车般的影响了鼠人 不消多时 前面隐隐传来了厮杀声 魏章拔出了宝剑 朝众军士挥道 江士们 建功力 为国争光 杀 喊着 他率先就冲上前去 秦人是各个奋勇紧跟于后 朝喊杀声直冲过去 挡在秦人前面呢 是老相父博冠之子 蜀国第一员战将 薄青 控制凉水口之后 薄青 奉老相父之命 率五千军士渡过潜水 一路追杀败退的军人 沿着东岸山道 向北直扑 欲抢夺天门 在天门设置关壘 将秦人卡死在 通往包汉古地的漫长的战道上 不料他们没走多远 狭路相逢 由秦返回的殿下通国和八子子抽 双方击战 通国富商 紫抽让通国回报军情 亲率不重 凭借山险是节节阻敌呀 就在紫抽不知的时候 魏章引兵杀到 双方人马在一块稍稍开阔的地方就摆开了阵势 此处南宽 北窄 远看 像个条带 一边是高山峭壁 一边是滚滚的潜水 南边最宽处 约三十来丈 北边最窄处仅有两丈有余 鼠人 以仙机占据了最宽处 密密麻麻排出了近千人 有只刀剑 有只毛哥 有只弓箭 无不坦胸露背 杀气腾腾 但阵形散乱 毫无章法 将军薄青 举阵中核心位置 都尉莫观望了一时朗生命令 不 举行阵 举行阵就是长方形的阵 秦族立即就列成了一个举阵 由于地形所见 每排勉强可占六人 前后共占了十几排 左右排开 也将他们这边的场地 排了个密密麻麻 望着秦仁的举阵 薄青紧张地判断着形势 显然 就人数而言 鼠人占据优势 鼠兵已经完全展开 而秦仁 却被紧紧地压在了狭窄的江边空地上 能够使上力的 不过是这个举阵最前面的机牌 双方可投入战斗的人员几乎为十笔 如果冲垮这个举阵 他们就完全可以把秦仁压回去 甚至压到江里去 薄青正在思索如何冲垮举阵 秦仁的战鼓已经雷响了 随着谷点 秦兵举阵 一步一步地向蜀人的阵地移动 步伐和谷点一致 不急不缓 整齐划一 威力无比 这些鼠兵从未与秦仁交过手 此时见秦兵个个是盔甲护身 武器精良 尤其是前三排 左手持盾牌 右手竖举长枪 一步一步地稳稳走来 既新鲜又震撼 方才还有少许自信的薄青 在秦仁稳定如山的矩阵面前 心里渐渐发毛了 耳边响起了沉枕的声音 秦师厉不厉害 九战之后 将军就会明白的 果不其然 战上未揪 秦仁所显示出来的霸气 就足以震撼心魄了 秦仁鼠点 一刻不停地 有节奏雷响 秦仁举阵 随着鼠点 一步一步地向前逼近 眼见秦仁已经步入了剑城了 就是一剑之地 薄青不再犹豫了 依常规 贺令放剑 鼠人剑矢如雨 但鼠人之剑 多是铜矢竹身 至青 虽然能射远 却失了力道 秦仁方阵迅速停起了盾牌 剑矢落在盾牌上 就如冰雕 打在羽帽上 叮叮当当作响 大多有惊无险 即使射中 也穿不透结实的假盔 秦仁保持方阵 持盾牌继续冒着剑雨前进 砰砰砰砰砰 整齐画衣的脚步声 随着鼓点是震耳欲聋 鼠人见剑矢阻 阻敌不住 无不惊恶 眼见着秦仁越逼越近了 只有半剑之地了 伯青扬剑传令 击鼓名号 鼠人号角齐名 战鼓雷响 早已经叙事待发的鼠人 呐了声喊 各执兵器 依仗的数量优势 是排山倒海般的 涌向了秦阵 鼠人击鼓 秦人止鼓 举阵停步了 前三排持枪的秦兵 突然蹲下 盾牌护身 长枪置地 第四排兵士 弯弓搭建 嗖嗖的射去